警察是人民的保姆 为了维护社会的安全 都会于夜间巡逻 而多日前 警方在巡逻时 云南投市会展中心停车场 发现一辆自小客车 发动后许久无动静 经警员上前盘查后 发现驾驶有轻身的念头 深入关心后 也挽救一条珍贵的生命 先议员哲正言得知事件后 也前往表扬两位警员 感谢他们的付出 在那个会展中心停车场里面 就发现有一台那个白色自小客 发现车内居然有钢子的脸盆 里面放暖的那个木炭 还有就是一瓶不明液体 事后查证这一瓶液体 是一瓶那个硫酸 还有就是多罐的那个喷灯 那比较奇怪 车上怎么会放这些东西 就询问这部驾驶 这些东西是做什么用途的呢 他才心情低落的讲说 他是准备用来亲身用的 就是在场就是跟他做开导 感谢曾艺座今天过来这边 给我们加油打气 县府警察局保安队警员刘又生表示 巡逻的部分本就是远景执行的工作 此次也感谢曾艺员的鼓励 未来也会更加努力 伸进远景的职责 首先感谢那个曾艺座 对我们远景的支持与鼓励 然后巡逻部分 乃是我们远景本身 必行执行的任务 然后深夜巡逻 尤其是工作上面更需要我们去面对的问题 因为晚上深夜是自然的热点 然后上次局长下次我们的队长 也要求我们要落实执行我们的深夜执行行务 然后再次也感谢就是水泳学长 教导我们这个学弟 让我们能够更积极的处理远景面对山的事物 就是一步一脚印 慢慢的累积我们远景的里程碑 县议员曾正研及县议员于秀英表示 警察是人民的保姆 向他感谢这两位远景用心的在执行 才能够将一条珍贵的生命挽救回来 首先感谢我们这两个警察先生 真正用心 我们这两个警察先生 这两个事情 真的全国电视很感兴 做事情就撒着 还很用心 我在这里再次给我们这两个警察先生 按一个赞 这次非常感谢这两位警员 在地勤的时候发现一台车 里面是要亲生 因为他们的用心 来把一个订阅的生命来挽救回来 在这里也让我们民众 厚力大的时候 多少家去走走 找朋友多多 把厚力释放出来 不要有太不愧的研头 议员们也呼吁民众 如身心灵上有压力时 多家出外走走投气 找好友聊天释放压力 绝对不要有亲生的念头 记者熊明俊 蓝头三方报道 差不多到这儿了 我们下期见